另外要关心,国庆打点下个月就要登场 不过现在就有爱尔兰报导指出 爱尔兰的外交部已经发出了信函 要求底下的部会官员不要出席我国的国庆 原因是为了要避免让对岸不高兴 不过对于两岸的政策 蔡英文最近给民进党员的公开信则是落下了重话 表示不只要坚守价值 还要立抗陆方的压力 蔡总统上任后首次双十国庆如火如荼准备中 但现在却传出爱尔兰要官员 不要出席我方国庆大典 避免让中国大陆不高兴 双十国庆进入到输 也许东西才因为 背革台湾 其实最后的结果是双输不会是双赢 爱尔兰的案例并不是今年才发生的 它是行之有年爱尔兰的一个他们的政策 其他国家有类似的状况 有 还有哪些国家 那我不能讲 言下之意不止爱尔兰被施压 还有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两岸角力拉扯 但很明显这回国庆大典 外兵能不能来 还带着陆方因素 尤其在蔡政府始终巨打九二共事的情况下 大陆的确可能再度从国庆外兵上下手 让我方颜面无光 我们不能接受 我已经讲过了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 大家一定都听过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大家都看过 要让旅人脱下大衣 需要的是和这个温和温暖的阳光 而不是这个冷风直吹 很有默契都以北风和太阳故事来批语两岸关系 但陆方打压未歇 从日前五月的WHA世界卫生大会 只字未提台湾开始 接着IQ遭拒 再来就是国庆外兵也被施压 蔡英文面对窒息式的两岸关系 也终于忍无可忍 是逢民进党党庆30年 一封民伟给党员的信中 直接让蔡总统说重话 不只要坚守价值 还要立抗中国压力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你要走的是对抗 还是要走的是 可以在一定的新政基础底下 是迈向是一定的合作 蔡总统难得向陆发言 也有意测试对岸底线 不过向来对两岸 采取冷处理的民进党政府 面对外交应对上 连环被陆方牵动 接下来台湾在国际关系上 该怎么走 的确是蔡政府不能挥避的问题 欢迎新闻 罗宇翔谭一伦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言